野马大战蟒蛇 看看这个一踢真的很有力量 野马很难驯服 而且是前踢后踹 相当凶狠 看看用踢子踩蟒蛇 蟒蛇虽然有超强的绞杀力 但是在野马面前不好使 一顿踢子活就可以把它干肺 看看这个野马一看就野性十足 非常善于奔跑 接下来我们看看科莫多龙狩猎野马 科莫多龙就是巨型蜥蜴 它是蜥蜴当中最大的一款 不但个头大 而且还有毒牙 毒液相当厉害 这个动物虽然这么可怕 但是也是世界上宾威灭绝的动物 现在全球都在保护它 仅存的5000多只 有点少啊数量 瞬间的攻击速度很快 它狩猎很简单 只要咬住猎猎 只要咬住猎物 用不了多久呢 毒性就会发作 然后它再把猎物吃掉 而且吃东西是生吞 整个吞下去 消化系统相当好使 看看这爪子 像小镰刀一样啊很锋烈 尾巴呢也是它的主要攻击武器 老铁门看一看啊突然袭击 上去就是一口啊 这一口啊是致命的 等待毒液发作 它再把猎物呢推下去 除了兽毛以外啊 其他的全部消化掉 看看现在毒性已经开始发作了啊 今天的最后营家呀是科莫豆龙 今天可以饱餐一顿 今天的最后营家呀是科莫豆龙 好营家呀 疯狂的犀牛打败狮子 看看犀牛啊 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 进了水里 看看又疯狂起来了啊 这是一只双脚大犀牛啊 这是一只双脚大犀牛 有一只蜡猪一样 生死了 一只双脚大犀牛 调子 马长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看看狮子王开始动手了 成群的犀牛更可怕 看看身上的皮 真的很结实 奔跑起来速度也不慢 看这样今天狮子狩猎很不顺利 直接被犀牛追的到处跑 这个狮子群的数量也不少 但是犀牛的队伍越来越强大 看这样今天的赢家呀 还是犀牛 看看这个攻击的力量 直接把幽猪挑起来 直接干死啊 攻击性有多么强 攻击小犀牛 这小犀牛真的可爱 但是没办法啊 同类啊 刺杀更残忍 直接把小犀牛挑起来 这下手真黑啊 水牛大战鳄鱼 看看成群的水牛啊 集结到河边准备喝水 但是水下的鳄鱼啊 早已潜伏多时 鳄鱼呢 绝对是水中真正的杀手 水中霸主啊 看看这一排小牙齿 相当的锋利 鳄鱼呢 还有着超强的 绞杀力和咬合力 水牛啊 一定喜欢水 所以说下水啊 玩耍 水下的鳄鱼 已经潜伏过来了啊 注意危险 这绝对是超强的咬合力 看看突然袭击啊 一口咬住水牛的脑袋 这个有点狠呢 直接把鳄鱼拖上岸 水牛呢 可以用蹄子呢 攻击鳄鱼 但是在水中啊 就干不过鳄鱼了 逃脱了啊 鳄鱼很聪明 马上回到水里 看看这个脸呢 被鳄鱼咬坏了 受伤挺严重啊 没把命搭上了 这就不错了 看看水牛过河 鳄鱼啊 同样是突然袭击啊 在水中 所有的动物都是鳄鱼的攻击目标 绝对是大哥了 绝对是大哥了 但是水下啊 被鳄鱼咬了好几口 虽然讨上了 但是前腿啊 被鳄鱼咬断了 真的太惨了 这只水牛死定了 疯狂的豹子 攻击汽车 攻击游客 看看这个豹子更狠啊 直接上树 豹子擅长于爬树 而且攻击性很强 爪子啊非常的锋利 看看有点恐怖啊 结果被司机给碾压了 这个司机啊 也挺残酷 对野生动物啊 没有保护 而是攻击野生动物 看看啊 直接给花豹压了 这个更狠啊 要进车啊 现在游客的胆子是真大呀 坐的全是敞篷车 看看花豹 狩猎家犬 大黄狗啊 直接咬起了尾巴 直接锁猴了 一招制敌啊 一点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一点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打包回家了 上树吃饭啊 只有在树上啊 花豹是最安全的 要不然他的猎物啊 很容易遭到猎狗和狮子的 抢夺 看看这家伙 狗障人士啊 但是尾巴夹上了啊 证明他已经怕了 现在是一群家犬啊 围攻爆了 家犬终于占了上风啊 数量多啊 但是进攻性啊还是太弱了 豹子啊可以轻松的拿下家犬 要是经过训练的猎犬呢 那就不一样了啊 看看猎犬 围攻爆了 这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啊 猎人的好帮手啊 围攻华豹 围攻华豹 今天的豹子啊 终于败了 败到了猎犬的手下啊 狩猎成功 败到猎犬 败到猎犬 败到猎犬